总统府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 首次的会议由赵伟主持人赖清德亲自来主持 委员会的顾问包含了联电创办人曹新成 而立委赖世宝主张曹新成他是主张台独的 那么其他人也有黑熊学院的背景 一副要打仗的样子 如此来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就变成了迈向台独委员会 立委王红卫更酸 曹新成现在是变成半个国防部长了吗 全民防卫动员署到底是要听国防部的 还是要听曹新成的呢 他直言这根本就是胡搞瞎搞 喊话赖清德要尊重中华民国体制 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立法院联手封杀了总预算案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随后在中常会当中下令 要求未来的党团会议以及院会民进党的立委 必须要全员到场 对此前立委郭正亮认为 赖清德这次的动员力毫无目标可言 说穿了就是要绿委们呢 未来全部都是要全情 你不可以缺席 但即便全情又如何呢 因为你们在表决的人数上 还是输在野党 而且即便你想要瘫痪意识的话呢 你阻挡的也是你们自己执政党的总预算 所以他看不懂这样的动员力 到底意义在哪里 他那个整个三点指示的内容只有全情 就这两次啊 就是全情而已 重点就是全情嘛 我从来没有看过民进党主席 这么讲这么细啊 在讲立委员党团要怎么运作 会管太多了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主席啦 以前蔡英文也不可能 蔡英文了不起就说我们要全力以赴 就这样而已啦 然后讲到说什么什么什么要全情 请问你要干嘛 全情然后要干嘛 把委员会召委这样排专案报告啊 那你全情呢要怎样 是要让会不能开吗 你没有讲你要干嘛 没有目标的动员耶 那请问你是要干嘛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在当什么主席啊 这个主席已经是昏庸到家了 你即使要搞抗争 那国民党也无所谓啊 是你的预算没过 又不是我的预算没过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搞不搞得清楚 自己是执政党啊 因为民进党以前大部分是在野党的时候 那党主席就会 比较严厉的发布一些动员令 因为目的是要瘫痪政府嘛 对 那这个不是耶 请问你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说你要跟蓝白对抗 那请问你的目的是什么 他也没讲目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主席就要IQ有问题了 总统赖清德日前出席了民防活动 所以他强调台湾绝对不可能签和平协议 要靠实力来确保和平 对此前副总统吕秀林认为 赖清德会说这样的话 可能就是要宣传今天首次举行的防卫任性会议 不过他也要提醒赖清德 距离9500海里的美国这部分要经营 而相对距离只有68海里的中国 也要看该怎么调整才能够避免战争 他是所以说那样的话 他是所以要推这样的事情 可能就是为今天总统吕秀成立了 所谓全社会 非常拗口 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 做一个宣传 所以他真正的戏码 我们看今天会议会怎么样 但是从报告上看到 他所邀请的人 我们会认为 远远不足 台湾的国力 台湾的柔性力量 要展现出来 真正的全民 不是只有进入总统吕那几位 总统吕必定非常散 他要走向民间 他要拥抱更多的人民 民间组织 特别是没有投票给他的人 我想两年之内 我们的局势可能会发生 更大的变化 这是我透过他这两天的作为 把他讲白的 希望我们全民要有这样的解决 包括赖总统跟肖副总统 你们也把这句话记住 9500海里要经营的话 68海里的中国 我们也应该很认真来看待 要怎么样来调整 避免战争 所以我个人一直主张 还要应该最后要找和平中立 那当然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南产将近两年的台北市第三副市长的玄缺 终于在昨天25号宣布了 将由前副秘书长张温德升任 由于时间点非常的敏感 也让外界联想了 这是不是李四川有可能要迎战 2026新北市长为选举而铺路呢 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也做出回应 把时间交给陈婷宇 好了 主播 台北市第三位副市长 在之前是玄缺近两年之后 终于在25号宣布 由副秘书长张温德升任 不过他是都市计划专业出身 和现任的副市长李四川 督导的公务领域是重叠 也让来的预言是揣测 可能是为了李四川将用可能参选 2026新北市长来提早铺路 也有一说是因为北市整口直直落 若是跌破250万人 将无法再补到第三副市长 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张温德副市长 他之前是担任我们副秘书长 过去段时间大家也看到 他协助市政的推动 非常的用心 也很努力 也刚好符合我们市政愿景 打造台北成为未来之都 非常重要的一大帮助 所以我们在考量人选 最主要是对于台北市 最有利于市政推动的整体考量 以及用人为财 是财是所 南产近两年的第三位副市长 周马上任 由前副秘书长张温德升任 虽然人事不大的时间点 引发外界遐想 是不是北市府试图 趁现在人口还没跌破 250万的大关先来卡位之外 也传出有可能是为了李四川 有可能被党中央提名迎战新北市长选举 来提前铺路 但蒋万安对于传闻者是称赞张温德 过去在协助市政推动 是非常用心也努力 任命张温德是符合台北市的市政愿景 打造北市成为未来之都 最有利于市政推动的整体考量 强调自己在考量人选方面 绝对是用人为财 是财是所 以下继续之后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叫随间镜头交换给朋友出播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他每天都不可能会有些人 你不可能会有些人 词 af